建築科學的重要一個目的就是在做所謂犯罪現場重建 所以如果禮拜5月30號有機會我們做現場重建的時候 就是要你要佈置一個現場 然後呢我們可以邀請 我們如果是佈置現場的話就邀請另外一組同學 然後呢我可能就找交大的同學一起過來PK一下 我們玩個那個梅竹賽清大交大 反正由我們來佈置現場 然後呢就另外一組的同學我們來試試看 看誰比較厲害 就勘查現場之後所發現的一些激症還有重建的結果 所以呢我們做建築科學最重要就是重建現場之後做什麼 提供一個偵查方向 那這個方向呢就提供給法院做一個判決 然後呢伸張正義這是一個主要的目標 所以我們在談科技 建設科技的領域裡面 大體來分我們可以分為物理化學生物跟現場處理重建 也就是現場採證的部分 那我們在這個領域裡面呢很多的案件的好壞 取決於現場有沒有處理得很好 同學如果有興趣去瞭解一下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呢叫做蛇蝦美人 他在07年的時候 因為呢這是一個跨國性的案件 那這個案子呢讓意大利因為呢 意大利最高法院判決確定那個謀殺不成立 所以呢 意大利人說這是一個國齒 為什麼說是國齒 因為發生這個案子的時候 因為意大利警方處理不當 然後把一些現場的激症 弄得讓人家覺得這些激症是不可取的 所以沒有證據的情況之下 嫌犯就被釋放了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 這是最近的案子判決結果 但是如果各位去了解一下 他呢整個一個案例的過程 他其實牽扯的範圍很廣 他早在2011年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判例出來 然後這個在07年的時候 所以其實在以前我們上課的時候 你們之前的學長姐 他們有對這個案件 做過一個那個調查的部分 就是現場到底出了怎樣的問題 然後他裡面有提到 警方搜證過程有嚴重的瑕疵 導致一些證物受到污染 所以就被撤回殺人的案 這個案子就被撤回來了 所以呢在現場處理裡面 他決定了 決定了成敗的一個關鍵 各位可以想而知 我們在現場 如果你證物採取的過程出了問題 你後面實驗室再搶都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你前面已經受到污染了 或者該採的激症沒有採到 後面你在多厲害的儀器人員 都是晚費的 那各位要知道 我們在現場處理完之後 送到實驗室 實驗室監聽結果之後 才送到法庭去 所以呢你檢察官法官律師 你再多厲害 現場只要沒有了 就全部都沒有了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呢我們在談 偵查科技監視科技的一個前提 在現場處理的這一塊 其實最關鍵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談有很多 見識科技裡面有一塊 就是有關生物見識領域的範圍之內 我們談物理 化學 生物還有現場處理這一塊 在生物這一塊呢 今天我們focus在這一塊 然後呢 會從那個清大環水命案 來跟各位分享一些基本的觀念 那我們在生物裡面呢 第一個要跟各位分享 怎麼做人比鑑定 那人比鑑定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 這些簡體的身分鑑定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是誰 他的身分是誰 所以人格不同各位都知道 有哪些東西人格不同呢 有很多像我們的臉孔 紅膜 指紋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分享 有哪些東西 所以呢發生一個案件 你要先確認死者身分 發生重大災難 像前兩天尼伯爾又地震了 你怎麼知道那個死者是誰 重大災難的時候 離難者他的身分的鑑定 那當然呢在親子鑑定範圍裡面 你怎麼知道這個小孩是誰家的 所以上次跟各位講過 等一下呢助教也跟各位分享 那個O型的 O型的父母可不可能生出AB型 類似的一些基本的觀念 因為有同學有這方面的疑慮 我們助教剛好是深刻的 所以他做了很精彩的 PowerPoint 等一下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們的生物見識 除了人比鑑定 親子鑑定之外 我們還有動植物的種族鑑定 動物還有植物 那當然有很多體液的一些鑑定 還有一些毛髮骨骼組織 類似這一些 都是我們可以討論的一個範圍 所以呢你要做所謂人比鑑定 各位左右鄰居看看 每一個人什麼東西不一樣 這些羅類出來的就是 人各不同的生理特徵 那另外一個就是行為特徵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人到底是誰 我們看看他的指紋 每一個人的指紋都不一樣 這個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發現一模一樣的指紋 所以哪位同學如果 你能找到兩個人的指紋一模一樣 或哪一個人的指紋 比如食指跟母指是一樣 跟各位講你就發了 為什麼全世界只有你第一個發現的 那個Nature Science 一定published你這個paper 所以各位很努力去找 看有沒有的指紋是一樣的 當然掌紋更是如此 沒那個掌紋目前 也還沒有發現一模一樣的 那當然除了鞋印 竹印之外 鞋子可不可能一樣 剛出產的時候可能會一樣 但是不同的人穿過 然後磨損的情形 摩擦的情形 它可能會造成鞋底紋路不太一樣 當然每個人耳朵的型態也都不一樣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一點 所以聽說在那個 禽死亡的墳墓裡面 不是挖出很多冰馬俑嗎 他們有人去觀察 冰馬俑的耳朵的型態 好像也長得不一樣 跟各位講什麼 它可能是一個一個去做出來的 所以我們在做臉孔辨識 這是臉孔辨識系統 每一個人的臉孔不一樣 紅膜 每一個人的紅膜 其實上也都不太一樣 那牙齒 每一個人的牙齒的結構不一樣 每一個牙齒的X光片 出來的那個牙齒的狀況 牙齒它有立體 上面 所以我們有那麼多顆牙齒 所以你排列組的出來之後 那個是可以把每一個人都區分開來的 當然像那個靜脈 我們的手掌靜脈的那個紋路也都不一樣 這些呢 除了我們在做人美見識之外 已經用在所謂的門禁管制系統 就是那個門禁系統就用這種方法 可以用來辨識人各不同 包括我們一般的手機 Nordbook 你在做開機程式的時候 它就用指紋 用紅膜 用其他的方法 這些都是可以用來做鑑定的 所以這個是屬於生理特徵 那除了生理特徵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行為模式 行為特徵 甚至給各位看過影片 每一個人走路的知識不一樣 回想一下 路上你看到同學 遠遠的看到他 你只有看到他的背影對不對 你沒有看到他的臉 你是不是可以叫出他的名字 同學你好 你會不會叫錯人 應該都叫對了 如果你有 應該九成都會叫對 如果你經常去拍錯人的話 以後就不要隨便去拍人家 那叫做騷擾知道嗎 但是你會發現 你沒有看到他的臉 為什麼你知道這個人是誰 你從他的背影就可以發現 每個人習慣走路的知識 樣態都不一樣 所以我要提醒同學 我那邊有很多影片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我播兩個 那實際的案例 你們看看 可以從中找到哪些資訊 為什麼找到資訊很重要 很多人都希望說我可不可以看到臉 看到臉 當然最好是 最好能夠看到 然後知道是誰那就OK了 但是很多時候你拍攝角度 是看不到臉的 你有沒有辦法從他 走路有哪些特殊的情況 衣服穿著 等一下看在影片裡面 你就可以描述一下 他的衣服有什麼特色 所以如果你們描繪出很特殊 很明確的一些試證出來 搞不好可以提供給破案對不對 破案之後 我們上次有一個案子 就是在那個光復路那個強盜案件 我不是在LINE上面給各位 然後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能找到相關的一些資訊 那我們會給各位自己評自己的分數 你要幾分我們就給幾分 所以其實我當初來這邊開課 就有一個想法 我希望說 有一些案子沒有破 經由各位同學 因為每一個人來自不同領域的 搞不好你看到了某些資訊 你看到我沒看到的東西 然後因此而破案 所以有一些例子 這個發生在新竹 八年前一個性侵案件 什麼時候破的 最近五月五號 為什麼破案 因為一滴血 然後呢 就把案子破掉了 所以其實我要提醒同學 你不要小看這些基證 在現場你只要踩到了基證 我們很多機會 就能把案件破得很漂亮 國內第一宗用DNA當唯一的基證 把嫌犯判死刑案例 就在我們新竹 那已經是差不多民國八十二年 二十三年前 那時候我剛派新竹的時候 在新竹南寮地區 南寮那邊有一個南華國中 有一個女頭被監殺 然後這個城市在南寮地區 就那個地方 我們以前也會談那個案子 後來呢 因為我們從那個屍體 死者的下體又找到了分泌物 然後我們開專案會議的時候 我就起來報告 我說我們在死者下體 採到分泌物 知道嫌犯的DNA 所以這個案子會破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呢 因為DNA實驗室 是民國八十二年才開始有的 所以呢 那時候沒有幾個人 知道什麼叫DNA 我以前呢 大學的時候 我的專題就是做DNA鑑定 所以呢 我記得很清楚 開專案會議 那個分局長就舉手問一個問題 他就問說 我那時候的職身是巡官 他說 你巡官請問一下什麼叫DNA 現在不知道什麼叫DNA 舉手一下 各位很厲害 你們都可以當分泌產以上的職務 知道嗎 在那個年代 沒有人知道什麼叫DNA 那時候警察只知道 現場要採指紋 那其他的 完全沒有人知道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呢 就戲稱那個案件 很特殊 因為那時候採到 嫌犯的下體分泌物 所以我們已經有他的DNA 所以以前呢 我們就跟那個 以前去辦案的那些偵察座 我們就跟他開玩笑說 你們出去辦案 不用帶槍 帶針頭就好 為什麼 你只要看到嫌犯 就幫他抽血 然後呢 就對DNA鑑定 然後案子就可以破 所以那個案子 我們篩選了200多個 一直沒有破 後來呢 隔半年之後 嫌犯又用相同的手法 要去性侵一個女孩子 結果這個女孩子呢 他就是在警察局附近的一個郵局 他就在那邊買手 然後呢 就看到一個女孩子 夜歸女子回來的時候 他就過去夾持她 他的犯罪工具一樣 都拿一個蝴蝶刀 然後夾持她 結果這個女孩子就大叫 然後呢 他哥哥跟幾個朋友 剛好在樓上賭博 然後就聽到妹妹大叫 就下來活逮了這個嫌犯 所以這個人呢 就被抓到拋出所去 而且被K的很慘 我們到拋出所去的時候呢 剛好有一個員警 就沒事問他 欸 男鳥那一件是不是你做的 他只是隨便問一問 結果他說 嗯嗯 這是我做的 就這樣把那個案子破掉 因為後來DNA比對出來 就是他 所以呢 只要有激症 很多案子 像這種就可以破案 但是呢 DNA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如果遇到 銅卵雙胞胎 欸 就鑑定不出來了 但是呢 跟各位講 這種案件 你就會覺得 欸 法律是要保護怎樣的人 DNA失靈 沒辦法區分 銅卵雙胞胎 所以兄弟黨 或不起訴處分 明明就是兄弟兩個 其中某一個 但是檢察官就說 欸 不起訴因為 不知道是哥哥或弟弟 所以為了保障人權 所以各位還記得 我們之前談到那個 幽靈駕駛的案例嗎 明明就是兩個裡面的一個人 就是駕駛 所以你就會覺得 啊 怎麼會這個樣子 回過頭來 你怎麼知道 到底是哥哥還是弟弟 是兇手 其實我要提醒大家 除了DNA之外 你還有很多的一些科技 可以來解決到底誰在那一邊 我們在客覽上跟各位分享了很多 見識的科技 最重要的目的 我們就要發現真相 到底是誰 不要因為只有DNA 然後DNA 又沒辦法驗出來 雙胞胎的哪一個 其實如果你去調查 有沒有什麼動機啊 或者是他有沒有手機 通聯 錄影帶 其實大家有很多的機證 可以來確認 可能是誰涉案 所以這些呢 我們只是要跟各位分享 類似的案子 其實一直都在發生 所以最近最熱門的就是這一件 呂介明案 那這個案子呢 是因為有新的科技出來 那這個科技呢 讓各位覺得 有點莫名其妙 這是5月9號的一個案子 他呢就是 他寫信給檢察總長 要求重驗死者身上唾液DNA 那以前呢 他因為死者 他被死者死了之後 發現他的胸部有被咬的痕跡 所以他們就做了鑑定 叫做齒痕的鑑定 因為他咬 然後就會鑑定出來說 這個牙齒的痕跡 那個 留下來的痕跡跟嫌犯的很像 所以就有一個鑑定書 說就是他咬的 但是各位要記得 我之前跟各位提過了 齒痕的鑑定 如果你去發現 你去看一下那些文獻 很多的冤難就是因為牙齒 因為牙齒你咬了之後 回去自己做的實驗 看他咬自己又咬蘋果都可以 你咬下來 蘋果跟咬自己差在哪裡 你蘋果咬下去它就有那個痕跡 你的人的肉是有彈性的 你咬了之後它會變 它會有一個range 尤其如果你真的咬下去的時候 它如果有傷口 那個傷口跟你的型態 不一定完全match 因為每一個人的皮膚 它說出的程度可能會不太一樣 所以咬下去之後 可能要百分之百說是他 這個很難 所以之前你會發現很多的冤獄 在國外發生過很多 他說那個齒痕做出來是他 但是事實上不是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所以他們後來就在死者的胸部 之前做不出DNA 但是事隔多年之後 他們做出來了有DNA 但是這個DNA是誰的 不知道 但是是北人的 不是這個余建民的 所以後來他們就把它說 那既然有新證據 而且不是他 就因為這樣就把它放走了 這個新的技術排除了這個案件 但是我也要提醒同學 如果你有興趣 把這個案子調出來看一下 這裡面其實剛開始 就是測緩 我上次跟各位提過了 他是沒有通過測緩 他沒有通過 有一次沒通過 然後呢 他們又找了調查局 跟台北市警察局 然後還有刑事局 其實三次裡面有一次沒過 兩次有過 但是他就因為有一次沒過 那各位應該聽得懂我要講的意思 所以聰明的人 其實剛開始你就不要 不要去找 自己找這個麻煩 這樣就沒事了 所以他這個案件 他說是用新的科技 來排除他涉案 但是其實各位要思考一個問題 死者家屬他們會怎麼去思考 你今天一個案件 然後本來是他案子破了 你今天要說不是他 你覺得死者家屬會同意嗎 除非你抓到真凶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說 有找到另外一個人的DNA 但是那個人是誰 不知道 那個人可能是誰 各位知道嗎 我的推測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的DNA現在 因為太敏感了 我可能在這邊講話 講一講口水就噴過來了 這邊就有我的DNA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因為有很多新的科技 證物有沒有受到污染 我們不知道 然後搞不好 我去採證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留在現場 所以採證人員 可不可能是他DNA 這個很難說 或者去到現場過的人 可能會留下DNA 因為這些有太多可能性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上次跟各位介紹一個 無名屍體資料庫 有沒有人上網去查過這個 查過無名屍體資料庫的舉手一下 我們上次上課 有兩位同學有查 很好 你們去查了無名屍體資料庫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們一年有幾件無名屍體 你們兩位同學 你們有查到一年有幾件嗎 各位去思考一個問題 一具無名屍體代表什麼意思 我今天如果在這邊發現了一具無名屍體 就是一個案件沒有人在辦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誰 無名屍體你就把它冰起來 然後就等著發現死者身分之後 才能查下去 所以無名屍體的背後 是一個沒有人理的案件 各位要記住這一頓 所以這不是開玩笑 你會有一個無名屍體 其實國家要負一半責任 為什麼 你如果是一個 譬如說一個台灣人在這邊 他死掉了 為什麼你會查不出他的身分 這個表示字路上有某些的問題 所以你們有興趣去查一下 無名屍體資料庫 Google下去你就可以找到 找到什麼 有一個叫無名屍體資料庫 我那一天呢 我就把它查了102年 你就查了這個年份 結果跑出多少件 各位知道嗎 你覺得一年有幾件 無名屍體 幾件 幾件 1千喔 1千會不會太多啊 我查出來102年 有296筆 有296個案件沒有人理 你就會了解 哇 這個是我覺得很誇張 為什麼 你想一想今天如果有296個命案 沒有破 你會做我的感想 你只有一兩件重大刑案 你就受不了了 有將近300件 然後呢 其實你從這資料庫裡面 看到什麼東西 我就頂選裡面進去 一進去呢 這邊有一個無名屍體資料庫 他就會把那個狀況 他呢 南的 差不多六七十歲 住在台南的什麼地方 然後呢 什麼時候發現的 12月13號 11點 然後身材瘦 然後身高差不多怎麼樣 穿了什麼衣服 在殯儀館裡面 發現 他是中毒死亡 一氧化碳中毒 在廢棄物裡面燒炭自殺 一個人在這個房間燒炭自殺 不知道他的身分 在搞什麼東西 不知道 那我又查了另外一件 這個你隨便點進去 他就會有詳細的資料 有一個女的 他在一個醫院裡面死掉的 然後他的身材 然後呢 他說他 在發現的時候 穿了什麼衣服 然後被放在一個養護中心 然後後來送到醫院裡面急救 然後死掉了 其實他從發現到急救 然後有拖了兩三個月的時間 他是誰 不知道 這叫做無名屍體 所以呢 然後呢 有時候你會想說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 我們最近在討論什麼 我們的信用卡 沒有 身分證要做什麼 裡面有一些完整的資料 然後呢很多人就開始害怕 那個資料庫外洩 還記得嗎 現在在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之前大家都在討論什麼 指紋資料庫 或者DNA資料庫 今天如果有指紋資料庫 或者DNA資料庫 我們就不會有這些無名屍體 為什麼 你只要做指紋或做DNA 至少如果他是台灣人 那我們就有資料 就知道這個身分是誰 如果是外籍來的 其實你入關的時候 本來也有留一些資料 所以呢 這個就是凸顯這個問題的 另外一個狀況 各位對這個應該就有印象了吧 這個就是 在關護路的那個搶奪案件 其實呢我PO了這個文之後 我發現 有回應的舉手一下 有回應那個偵查手法的 這是教大的學生 教大的學生呢 他就你看案發是什麼時候 然後呢幾點找到車子 然後什麼車子過去 然後可以調閱 因為呢就在我們新竹 他就把附近的一些尖頭 監視錄影畫面 什麼地方有什麼 然後去查 這個案子隔天就抓到一個人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說 PO案其實有時候不難 只是你 各位 我會跟各位講說 這個案子是要跟各位提醒說 你想一想如果是你的案件 你該怎麼辦 那你有沒有辦法去查到那麼細 自己喔 如果是自己的案件 你就到現場去看一看 什麼地方有監視器 什麼地方有其他的一些急症 然後呢把這些整了一下 其實人不會憑空的出現 在我們新竹地區喔 我們的監視器的密度都還夠 所以呢你這個 在這個鏡頭你看不到沒關係 你去掉下一個鏡頭 或上一個鏡頭 他一定會過去 而且你已經知道時間了嘛 所以你前後時間很好抓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喔 真的想要去發現真相不難 所以有很多狀況呢 要跟各位講喔 下一個如果是你就覺得不好笑了 後面的同學都笑得很開心對不對 看人家在打聲哇嗨嗨叫 下一個輪到你的時候 你就開始緊張 後面的同學大家都在笑 有沒有這種經驗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我跟各位分享的一些觀念 這個是今天的新聞 今天新聞裡面有提到 我們上次跟各位提到支付命令 還記得嗎 你不要想說那是被人家的事情 如果你預測下次就是你的時候 你就笑不出來了 為什麼 他這邊有個判例 他說 有聽過一句話叫惡法依法 不好的法律也是法律 所以你一定要遵守法律 知道你的意思嗎 就是因為那是惡法 所以你要修法 你不修法 他就是你會覺得 欸法律怎麼這樣規定 那你在保護好人還是壞人 跟各位講喔 法律是保護懂法律的人 記住這個 因為呢 你們呢 通常對法律就沒那麼熟悉 所以呢 他裡面有一個案例 他說呢 要證明某人喔 那支付命令 借據根本是假的 結果法院說 好 那你要跟我講一下 誰偽造那個借據 他當然沒辦法舉證出來 所以他就被判輸了 他要去付這筆錢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我今天要把這個資料 賣給各位 其實呢 我只要提醒大家 你們自己要上網去看一下 類似的這些 是保護自己的方法 那當然呢 你們學了之後呢 除了你們自己懂之外 回去要跟親朋好友分享 因為我們不希望說 類似的案子 欸 你們自己懂 然後別人 你旁邊的人又遇害那也不好 所以你們要學以自用 把自己所學的跟家人 跟親朋好友分享 所以呢 問各位有簡單的問題 請問一下 如果你遇到歹徒夾持 那因為你身上沒有帶錢 有帶信用卡 歹徒就拿刀夾持 你也不用 他就恐嚇你 欸 沒有帶信用卡 來這個信用卡簽賬單 簽 如果是這種事情 你該怎麼辦 要怎麼簽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今天比如說 這個狀況已經發生了 然後我就跟各位講說 欸 就簽吧 要怎麼簽 因為如果是你 歹徒就拿 信用卡的簽賬單 叫你簽 你該怎麼簽 要不要簽 不簽你就死在這裡了 怎麼簽 簽應該跟平常不一樣 但是要簽你的名字嗎 知道我講你的意思吧 如果啊 如果卡通沒有我的名字 我會簽不你 卡通上一定會有你的名字 因為信用卡 你們都有簽名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呢 要不要簽自己的名字 知道我講你的意思嗎 要不要簽自己的名字 其實這是一個觀念喔 你在第一時間你會簽什麼 一定簽自己的名字 但是頂多筆記不太一樣 但是你簽了之前的名字 要不要付錢 知道我的意思嗎 因為你已經簽了嘛 簽了這個信用卡 然後呢你就會發現 哇 那你簽了之後你該怎麼辦 然後呢 我們的法令是怎麼規定的 其實這是要提供給各位 去思考一個問題喔 第一個 你有沒有面貴過歹徒 遇到歹徒你該怎麼辦 然後呢 有些喔 真的是平安就是福喔 先有一些狀況給各位了解一下 今天呢 譬如說你 呃 被歹徒 夾持你 他呢 就忽然拿個毛巾 捂住你的嘴巴 那你會怎麼樣 那如果你被捂住了 然後他拿私毛巾捂住你的嘴巴 你會怎麼樣 第一個時間 你覺得你會做什麼事 二選一喔 趕快吸一口 不然會窒息 或者呢 憋氣 為什麼你要憋氣 你準備要死得很難看是不是 那 毛巾有什麼 你為什麼會想到毛巾有什麼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很多人 急死的反應就 趕快吸口氣 為什麼 因為怕被悶死 但是你吸了之後你就完了 為什麼會跟各位講 為什麼要撕毛巾捂住你的嘴巴 為什麼是撕毛巾 這是重點 而且你 他一摸到你就冰冰涼涼的 你有沒有那種警覺性 什麼叫警覺性 他呢 用的叫做乙迷 乙迷做什麼用的 什麼叫乙迷 就讓你昏迷的 知道嗎 所以因為他是揮發性的 所以你摸到的時候就是冰冰涼涼的 所以你想一想你一吸剛好中他的劑 為什麼 你一吸剛好吸飽了 然後就昏倒了 那昏倒了之後就點點點 知道的意思嗎 後續你就可想而知 所以有時候你的臨場反應 如果你曾經聽過 你自己一定會憋氣 但是如果你沒有聽過 你第一個反應就是吸 然後就毀了 所以有要提醒同學 其實類似這些 平常你只要有聽過 然後真的不幸遇到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臨時的反應 所以類似的案子其實發生很多 遇到歹徒你該怎麼辦 你能做的不多 但是要記得一點 你要平安的活下來 所以有一個很有名的案子 華甘孜蘭 聽過華甘孜蘭嗎 聽過這個名稱的舉手一下 聽過我們梅園孜蘭的舉手一下 在差不多15年前 真的有梅園孜蘭 你去查一下 查我們學校的那個新聞 真的有 華甘孜蘭在哪裡 華甘是哪學校 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 美園呢 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 你們自己上網Google這個 你就可以找到 我只是把這個故事截取一段 他的故事很長 他在講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學很多東西 自己去Google 但是我跟各位分享這一段就好 他說在凌晨4點的時候 然後睡夢之中發現 美園孜蘭壓住他的身體 然後用外套悶住他的頭 叫他閉嘴 所以呢 這個女孩子 他19歲 但是呢 其實他以前學過 他學過什麼 他有人教他過 萬一有性侵害發生的時候 他該怎麼辦 所以呢 他有一個SOP 在腦海裡面 所以他就說 他以前學過 緊急那個逃生應變的步驟 他跑馬燈就跑出來 他就想到 桌上有一個聖經 還有一般感冒藥 他就集中生智 他就跟華甘之長苦苦哀求三兩說 求求你 我有心臟病 我是虔誠的基督徒 你這樣會嚇死我 重點是後面這句 我什麼都沒看到 你快走吧 我知道你不會想殺我 為什麼我說這句話是關鍵 是重點 黎恩今天如果我跑到你的宿舍 然後偷東西 你看到我了 你說你是李成龍 我看到你死定了 今天呢 這個女孩子如果看到 說黎恩我認識你 你死定了 請問一下誰死定了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你們遇到歹徒的時候 那個跟歹徒應對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 比如說家裡找小偷 人家小偷只是要偷東西 為什麼變到最後是強盜殺人 看到小偷你還不放他走 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們除非你有學過特殊的 你公布很好 不然的話其實你自己要 要了解那個狀況 怎麼面對歹徒這個很重要 他呢就講了這句話 你給他台階下 你說我沒看到你趕快走吧 他就會離開 他自然而然 但是如果你跟他說我認識你 你化作五輝我都認得你 我看到你的鬼樣子你死定了 我跟各位講你講了這句話之後 誰死定了 他本來呢還 本來他可能不對你怎麼樣 或者是會放過你 但是你跟他說我看到你的鬼樣子 你死定了 那就沒有下一次了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要提醒所有的同學 面對歹徒真的很重要 尤其跟他怎麼應對 所以他講的很老大 什麼都沒看到 你快走吧 我知道你不會想害死我 不會想殺我 所以有時候在半夜 你聽到房子裡面 小偷以為家裡面沒人 所以才進來偷東西 你只要打個 假裝打個咳嗽 就讓人家說 裡面有人 小偷就知難而言就跑掉了 這樣就沒事 不要呢 那個專作很厲害 我要來抓小偷 你抓到就算了 你沒抓到呢 命案又一條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要提醒大家 這個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知道 怎麼面對歹徒 所以呢 他說你不會想看到我心臟病發 害我做鬼我做鬼不會讓你好過 你看 這個女孩子呢 就是唯一逃過一劫的 她後來沒事 她沒有被性侵 然後她逃過一劫 後來她就上網寫了這一段 但是這一段的背後還有另外一段故事 自己上網去看 那我只要跟各位講說 如何面對歹徒很重要 你不要還激怒歹徒你找死 各位應該有看過這一個 要錢不要命 這個呢 她在領錢的時候 歹徒呢 就拿槍過來 不要動 把錢拿出來 這是一個真實畫面 等一下有一個血腥的畫面 你們要先做好新準備 他說我老公是警察 要錢不要命 他說你開槍幫我打死 他說後來真的開槍 所以你們看到是真的開槍的那一幕 他激怒歹徒了 他說你打死我吧 注意看 你看 真的把他打死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這是真實的畫面 人家只是要搶錢而已 他根本不要他的命 這個各位可想而知 後來為什麼會鬧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提醒同學 有時候講話真的很重要 那各位看到那個恐怖畫面 你要很慶幸那個不是你 你只要嚇到 然後下次話不要亂講 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然你可能就是那個嚇慘 然後呢 我要提醒大家 千金難買早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你以後 你以後會跟他 早知道就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呢 怎麼去面對危機 非常的重要 你有沒有想過 比如說 經常在講 火災跟歹徒都不會事先彩排 比如歹徒會不會跟你約 同學等一下下課 我在樓梯那邊要搶你 準備好 你有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有沒有可能跟你說 等一下會發生火災喔 準備好 不會 但是臨場應變 如果你的選擇是錯誤的 你就說 goodbye了 知道我的意思嗎 做對才能活得離開 做錯呢 不好意思 你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要跟各位提醒 很多基本的觀念 來 各位都學過防火逃生對不對 請問一下 現在發生火災了 煙霧瀰漫 我們都知道要用絲毛巾醃入口鼻 對不對 請問一下 毛巾弄是要不要擰乾 來表決一下 現在發生火災了 選對的才可以活得離開 選錯的就留在這邊 要不要擰乾 認為應該要擰乾的舉手一下 二選一 認為不要擰乾的舉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同學不團結 要死在一起好不好 你不要一半要死在這邊 一半要離開 再給你一次考慮的機會 選錯了就完蛋了 認為該擰乾的舉手 認為不要擰乾的舉手 還是有一半人要死在這邊 各位想一想 你都會選錯了 各位代表什麼 你們是高知識 全台灣 全95%高知識分子 連你們都選錯了 而且還一半選錯 表示我們教育真的出了問題 回去呢 同學回去做個實驗 我叫你們做個實驗 都很有邏輯 回去好好做一次 你就會印象深刻 毛巾要不要擰乾 要不要擰乾 很簡單 今天晚上回去洗澡的時候 麻煩你把毛巾弄濕 你捨不得擰乾 麻煩你就弄越是越好 然後呢 汙在嘴巴 用力吸兩口 因為你在跑的時候 要不要用力吸 要喔 會怎麼樣 用想像的就知道了嘛 當然要啊 不然你就會被水嗆死 死掉就算了還造成我們警方的誤判 罪孽深重 知道嗎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宣傳真的有問題 為什麼 大家都只知道說 要用濕毛巾 沒有講清楚 所以有一半同學呢 就一邊逃出來一邊咳嗽 然後很難過 相信我講的意思嗎 回去呢 把這個問題問你的親朋好友 然後呢 當他不知道的時候 馬上把毛巾弄濕 叫他馬上做個實驗 他一定印象深刻 真的發生不幸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難過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這些都是很基本的common sense 所以呢 我每次都跟大家講 這四個字 知黑所白 你們要知道 壞人做什麼壞事 要知道黑社會黑暗的一面 但是呢 這樣你才有危機 才不會受騙遇害 你知道了就會學乖 但是呢 你要知道法律的界線 要知道我們偵查的科技 要做在正義的這一番 所以你要知道壞的 但是你要站在好的這一邊 這是要特別提醒大家的 所以呢 有沒有人看過這個東西 看過舉手一下 知道這是什麼的舉手 其實有幾位知道 其他不知道很單純 其實呢 我們教育出了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 有一個呢 家長看到小朋友 書包有這個東西 然後小朋友 他問他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公益作品 然後他還拍拍小朋友 做得很漂亮 不錯不錯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叫做毒品吸食器 他小孩子在做什麼事 吸毒 他都不知道他小孩子已經淪陷了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我們很多就是 你都不知道壞人做什麼壞事 然後呢看到這些你都 有時候他們在交談的過程 等一下如果有機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黑化 什麼叫做那些黑社會用的專有名詞 因為你以前可能從來沒聽過 你都不知道說 你旁邊的那個好朋友 他們在交談的過程 你有聽到一些名詞 但是你不知道他們在做毒品交易 如果你聽到了 你就是這個 可能要跟他保持距離 因為他們在做毒品交易 不是什麼好東西 那有時候你自己笨笨的 從來沒聽過 你就交了一個吸毒的 喜歡賭博的 我跟個人講你就毀了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 這是什麼東西各位知道嗎 很漂亮的糖果 傳說中的 有人拿這麼漂亮的糖果給你吃 這是什麼 這個不要把它當作是糖 這個叫做搖頭碗 搖頭碗現在變成各式各樣的都有機會 現在已經研發了更特殊的 變成郵票 有很多他已經把它做成郵票 直接含在嘴巴裡面 他有各式各樣的 所以有時候像這種很明顯的 你居然連聽都沒聽過 人家下藥 不要說下藥 人家請你吃 你看看起來不錯 還傳給其他同學吃 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有一些case 國中生在課堂上公然拉K 拉到暈倒 老師還不知道 為什麼 老師也沒看過毒品 也不知道這些在做什麼壞事情 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這種也不是什麼案 不是什麼特例 因為你們都沒有聽過 然後也沒有注意到 然後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簽帳卡的問題回過頭來了 其實類似的案子一直在發生 有時候你到一個地方 比較熱鬧 人家會說 年輕人進來進來 然後你就跟他進去了 進去之後你就毀了 各位不要以為 比如在西門町之前發生過 西門町的巷口 印象很深刻 我那時候有個同學 高高賺賺的 然後二十幾年前 他剛好到那時候警察學校 他來考警察 然後他跟我們說 他就考完之後 閒著沒事 西門町關街 然後就在一個巷口的地方 有人說 欸 年輕人過來過來 我那同學很賺 他就跟著走到樓梯那邊 丟兩三個大漢 就夾著他 撿他出來 你在那邊 你也是牙口無言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就被簽了 被壓著 然後就簽了那個贊單 要不要簽 當然要啊 你不要 你的小命就沒了 你不要 我不簽 打死我吧 不要那麼笨知道嗎 命很重要的 所以簽了 簽了之後 你能做什麼事情 因為是在大陸地區 第一件事情 趕快打電話回來 他就打回來 跟信用卡公司說 他被害的過程 簽了兩萬塊人民幣 然後告訴他 這是犯罪行為 要求止付 取消委任契約 各位知道 我們跟信用卡 就是一個契約 就是一個 你就跟他說 我跟你借錢 信用卡就是一個 借錢的契約 他說 這是一個犯罪行為 要求止付 如果信用卡公司 把這筆錢付了 他才有損失 對不對 如果他不付這筆錢 有沒有損失 沒有 所以 那個歹徒 可不可能說 你欠我那個信用卡 簽的錢沒有還 他敢不敢來要債 當然不敢 他來要債更好 所以呢 信用卡公司就跟他說 國際信用卡公司的規範 要先付錢 給那個勤款的三家 這個就是一個漏洞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尤其他用跨國信的 所以因為是跨國信的 他也沒辦法及時去查證 然後歹徒就利用這種手法 其實他得逞了很多次 所以呢 他就因為這個樣子 但是已經提醒了信用卡公司 而且留了簽名 他呢就壞在於 他簽了是相同名字 字跡雖然不一樣 但是是相同的名字 結果法官就查證說 都是你簽的 你也承認是你簽的 各位要知道 你只要簽一個 比如說簽個王八蛋 你只要簽別人的名字 你就可以不用付錢 各位知道吧 因為他本來信用卡公司 他就有一個規範 你要簽相同的名字 你只要簽不同的名字 表示你不認賬 你只要是名字不一樣 對不起 那個名字不一樣 你本來就不應該和銷 那錢本來就不應該付 但是因為他簽了相同的名字 雖然是那個字跡不一樣 但是沒辦法 然後應該沒有消費戲目 你簽兩萬塊人民幣 你買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有這筆帳目 才算數 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比如說買了沙發 買了電視買什麼 但是沒有 他就沒有消費事實 沒有消費戲目 但是這種手法 歹徒就利用國際信用卡公司 消費的漏洞 讓信用卡公司變成搬凶 而且呢 那個信用卡公司 有找調查人員去查過 發現沒有消費的細項 然後他也說 這一種很多 但是呢 現行的法規就是這樣 二法一法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信用卡公司就 信用卡公司就幫歹徒 來跟被害人要錢 因為信用卡公司 把錢給歹徒了 然後他就過來 跟歹徒要錢 所以呢 怎麼面對歹徒脫困 這是重點 活下來最重要 當然錢 要怎麼去要回來 其實這是我們國內信用卡公司的一個問題 其實這種案子很多 但是沒有人理 而且信用卡公司 反正他也不管你 他就依照那個規範 你錢簽了你就去付錢 然後他在跟你要錢 所以我們只是要跟各位提醒說 像這種有沒有什麼救濟管道 被害人有什麼權益 其實你唯一就是在那個單下 你不要簽自己的名字 你故意把名字一個字簽錯就可以了 但是你簽了自己的名字你就死 就錢就不見了 所以有時候呢 像這些 你平常沒有去注意到 等到案發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想那麼多 然後呢 你的損失就造成了 所以有時候呢 你多聽一些案例 你要從案子裡面學習經驗 但是呢 你也要從中去了解一些現況跟問題 當你有能力的時候 有些喔 那個不合理的 或者是有問題的 我們就要想辦法把它解決掉 所以在三個月底 最大的就是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是什麼 這個呢 跟我們今天要談的那個 清大瓦水蜜要有 蠻類似的 這是兩個男同學 為了一個學妹 然後呢 就這兩個同學還是好朋友 我們清大瓦水蜜是兩個姐妹淘 為了同學 為一個男同學 然後引起的殺機 其實有一點點類同 但是呢 這個呢 他發現說 他把人殺了之後 他粉絲固步遺症 粉絲固步遺症 各位還記得 我們之前跟各位談過這個嗎 專舉燒出的案例 因為再來一講就會講很久 那先各位緩和一下 等一下我們從這邊 才跟各位分享 先休息十分鐘